布洛克板橋一燈夜排帶大家體驗日本來台 GIMIKI TO BEI 終於等到早上 與有人輪流夜排來到第一順位入場 每天早上9點開始發號碼牌 一人最多登記4位 一天限量200位 一進門探香與肉排香氣撲筆而來 以及日本小哥哥的熱烈觀音 孫誕每人現一顆可另外加夠 白飯加漢堡牌加生雞蛋 根本絕配 旁邊還有其他佐料可自行添加 漢堡牌是每吃完一顆 定員才會放心的唷 前面會有木塊 記錄未吃的顆數 雖然限時用餐一小時 會吃的有點急 但能吃到跟日本一樣的味道 真的好幸福 店員感覺也很可口 重點是店員還是漢堡牌 夏天去東京玩 千萬不要出國之間 由米其林經驗的 甜點師傅開的爆冰店 Azuki to Ouri 這間店的外面看起來超低調 裡面也很小 只有7個人的座位 他們的菜單常常在換 我這次試點日本橘子家炙燒的口味 他們會在你前面表演炙燒剉冰 看起來超過癮 它最上面那層是蛋白霜 炙燒了以後多了一層香氣 蛋白霜下面還有一片薄薄的淺層酥 所以吃起來有脆脆的口感 這次橘子口味吃起來非常的天然 吃起來很清爽 又有點微微的橘子苦味 而且主廚又在冰裡面藏了兩個秘密的料 讓你一邊吃口味會一邊變化 So good Oh my god 這家店非常受歡迎 很多外國人會來吃 他已經好吃到我每次來東京都會想來試試新口味 大家來之前記得上網預約哦 連當晚也太浮誇了吧 老闆用榴槤雪花冰當基底 使用最新鮮的線泡榴槤 味道非常濃郁 好香啊 每一顆都是老闆親自挑選的哦 榴槤有含豐富的蛋白質 除了鋪上榴槤之外 還會放上菠蘿蜜 增添一些脆脆QQ的口感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老闆娘還會再加入三球小美冰淇淋 最後再淋上邪惡的煉乳 移工的外帶也是超浮誇 第一口下去真的太幸福 榴槤味超濃 綿密又香濃 搭配小美冰淇淋多了奶香 忍不住一口借一口 一份200元是不是超便宜 大家趕快去吃爆吧